政經 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我想在台灣有幾件重要的事情 首先民進黨 接二連三 鄭文燦 蔡世映 一個一個都被撤銷了他們的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 好 這在台灣看起來好像是小事 其實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如果我們不嚴肅的看待 台灣的整個學術的價值體系崩潰 崩潰也許跟一般人會覺得你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我要問一下 你的孩子如果現在正在準備聯考 正在準備考碩士 考博士 要出國念書 他會不會覺得 我幹嘛要這麼辛苦啊 對不對 用即位的屋啊 我幹嘛那麼累呢 不如我去攀幾個貴人 弄幾個學位過來就好了 要什麼有什麼 想辦法認識陳明通就好了 我幹嘛這麼累呢 考試考這麼辛苦 十年寒窗無人小 人家一直買來的證書天下之 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這個問題絕不是普通的問題 而且我要講的是 大家都在檢討什麼鄭文燦 蔡世映 有人去檢討陳明通嗎 我請問毒販罪行比較重 還是吸毒的人罪行比較重 吸毒的人頂多是樂界一下 判個一年兩年 販毒的人是判死刑案 今天學歷造假 學歷灌水 抄襲 這個比較嚴重 還是縱容 甚至系統性的包庇這些人 去販賣學位 或者是交換學位 哪一個比較嚴重 怎麼沒有人對陳明通 提出任何的批判 怎麼沒有人追究 立法委員沒有人敢追究 為什麼 他是國安局長 國安局長掌握什麼 掌握著你們這些所有立法委員 狗屁刀燥的事情 所有政治人物的黑資料 全在他手上 沒人敢追 只有通緝犯 什麼都不怕 對不對 誰最大通緝犯最大 無國界人球組織成員最大 好 今天我就要來好好的爆一下料 台灣大學到底在幹什麼 好 先來說 從鄭文燦事件 看台大的販賣學位的連鎖商店 這就是我今天 政經關不了的上半場的主題 好 我們先來看看 瘋傳媒的這篇文章 這裡面一般人解讀不了 我再適合不過了 我在台大20年 走過所有台大的程序 教評會也去過 申評會也去過 我也升等 我升等的過程當中 是去申訴 申訴等於是在校內打官司 所以我對台大內部的權力運作 權力傾壓各種事情 還包括這個販賣學位的這個過程 我其實是知之盛祥 台大裡面有哪些壞人 哪些組織 我真的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我來講 絕對勝過其他權威 我知道也有很多人適合講 但他們不敢講 別人不敢講 我敢講 好 我們接下來來看看 我們從瘋傳媒的這篇文章 描述了鄭文燦參加 學術倫理委員會的很多細節 我一個一個跟大家解讀這背後的弦外之音 好 瘋傳媒這篇文章說 2022年九合一大選前 緊鑼密鼓的時候 桃園市長鄭文燦 收到了台大學術倫理委員會的通知 要求他出席論文的約談 那一天鄭文燦輕車減從的抵達了台大 學輪會指定的場所在某個大樓的二樓 我猜是在行政大樓的二樓 嗯不對 行政大樓二樓是 應該他應該沒有那麼那麼重要 可能在社科院我猜了 原本想要跟上去的幕僚被攔住 只有鄭文燦一個人走進那個生死未捕的教室 好 可見他被約談的時候是在選前 選後人家就說你看 民進黨選輸了 國民黨就是秋後算章 或者是落井下石 我待會再來講這件事情跟黨派有沒有關係 應該我先講好了 我先談政治啊 鄭文燦這一次這個論文學位被撤銷 跟黨派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啊怎麼會沒有關係 可是你的意思是說國民黨要惡整鄭文燦嗎 我不知道不怎麼認為 因為如果鄭文燦沒有任何把柄的話 台大校內又不是沒有民進黨的支持者 台大在社科院社會科學院 現在此刻綠大於藍 我剛進台大的時候 我剛進台大教授說1995年 那個時候藍遠遠大於綠 台大社科院有幾個科系 政治系早期全是藍的 一個綠的都沒有 綠的根本進不去 現在呢 年輕的一輩全是綠的 幾乎啦 因為我說不上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以藍為主體結構的 台大政治系 新聘教師會一個一個都是綠的 這個我不知道 這我坦白講我分不出原因 經濟系早期也是藍的 我講的早期可能就在2000年以前 2000年以後一片綠油油 因為什麼 姐夫來了 姐夫是誰呢 姐夫就是蔡英文的姐姐 姐姐大老遠跑到倫敦 來參加我的口試的那個蔡英玲 她的先生呢 就是台大經濟系的教授劉景天 劉景天儼然成為 台大的整個綠營的幫主 經濟系是 綠絕對大於藍 那再來呢 國發所 國發所呢 早期也是藍絕對大於綠 因為什麼三民主義研究所嘛 誰有資格研究三民主義 誰有興趣研究三民主義 好後來呢 慢慢的新進教師裡面呢 也出現了一些質變 但是整體而言我還是會說 國發所是藍大於綠 好再來接下來兩個科系就有趣囉 社會系 社會系呢是綠 絕對大於藍 那從社會系衍生出來的社工系呢 大概藍綠各半 好最有趣的是 新聞索 新聞索 新聞索早期呢 藍的掌控 絕對是藍的掌控 綠的一隻蒼蠅都飛不進來 一隻蒼蠅都飛不出去 後來呢 連續進了幾個教授 全是綠的 所以新聞索現在呢 大概是綠大於藍 大概就這樣的一個生態 好 那這些綠這些藍多半都是拉幫結派 那我 我想台大任何人都可以踢爆我 我在台大 雖然我的獨派色彩 很多人標示我是獨派色彩 可是我在台大 從來不跟藍也不跟綠 從來不結黨結社 我在台大 爹不疼娘不愛 因為我大學是在農學院 那我 閉了業 我現在在的是社科院 這根本不搭嘎 所以我基本上我在社科院裡面 既沒老師也沒同學也沒朋友 就是一隻姑鳥 因為我是 我是從別的學院 闖進社會科學院 在這邊當教授的 所以我去社科院的第一天 我整個社科院從上到下 我一個人都不認得 好 那我們回到台大的生態 所以你說今天 如果在社科院的整體現在的氛圍 應該是藍小大於綠 好 不然的話 社科院的院長怎麼會是當時不是很受爭議嗎 好 那我們就要講說 所以你要說 社科院裡面沒有綠的 絕不可能 你看 姐夫劉景天嘛 就在經濟系嘛 所以如果今天鄭文燦純粹是被政黨惡政 那台大社科院的綠的一定會反撲 只是鄭文燦這個事情 攤在那裡白紙黑字你要護航你要怎麼護 林志堅的事情也是一樣 陳明通的事情也是一樣 你要護航你要怎麼護 畢竟好台大教授是這樣的 大家是這個 誰也不管誰 井水不犯河水 格子有一片天 我說過嘛 在台大不是校長最大 是教授最大 是升等升了教授的那個 我們叫Tenu Professor 你已經拿到教授的身份 我就是鄭教授嘛 鄭教授最大 誰也不甩 因為他從此以後 只要不殺人不放火 每5年做一次評估 很簡單的 就是基本過了 你要幹嘛就幹嘛 沒人管你 也沒人想管你 你不管別人已經不錯了 這就是台大的生態 所以井水不犯河水 像鄭文燦這件事情 基本上 如果你拿出來的東西比對 就這麼明顯 綠的也懶得就 你 藍的更是一腳踹你 而且鄭文燦這個人的色彩 派系黨的色彩這麼濃嗎 新潮流的掌門人 這樣的一個地位 或這樣的一個角色 藍的一定討厭嘛 綠的呢 台大的綠營的教授 也不會有人喜歡他啦 尤其陳明通 他在台大人員一定不會好 我是不知道他的人脈怎麼樣了 一定不會好 為什麼 第一個 我坦白說啦 他在學術上幾乎毫無見術 自己吹牛自己什麼選舉研究 你胡說八道 他台大政治系的土博士 那沒有留過羊的 你去聽聽看他講的那個英文 然後你也知道好那SSCI沒有 沒看過他有什麼什麼驚人之作 也沒看過他做什麼比較像樣的研究 但是就是一直升官 台大內部的老師最討厭這種教授 就說你就是個政治教授 這種人其實藍的有綠的也有 但有的有的藍的是有學問的 就是在自己的本科上面 學術做的不錯 學而優則是 像這樣的人 一般來講 大家也就也就張一隻眼 閉一隻眼 所以陳明通在台大的人員一定不會好 因為憲祖官 那麼愛當官 那你又在台大 那現在這件事情被揭出來說 哇你指導了170幾個學生 天啊這是什麼什麼 然後專搜政商權貴 然後包裹的好像送學位 這個聖誕節快到了大放送 然後什麼一個題目可以拆個好幾個人 左邊寫一個論文 右邊寫一個論文 你簡直是氣炸了台大的其他科系的教授 氣死了 所以有沒有人會救他呢 不會救他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鄭文燦今天得到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一點都不意外 好 那麼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鄭文燦聽說他去參加學輪會的時候 他把姿態放得很低 承認錯誤 我相信這也是事前沙盤推演 據說他去參加學輪會的時候 把他的論文交給了一個學界的朋友 幫他做了一個仔細的比對 然後跟他做沙盤推演說 如果我們從學界的角度來看你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做 我們會問你哪些問題 最後可能這個學界的朋友告訴鄭文燦說 你凶多吉少 你死定了 好 你乾脆呢 要不然就是這個認罪緩刑嘛 就是把姿態放低 去換取一個自新的機會 比方說補證啦 或者是修改啦 對不對 但是不能用立可白喔 好 像這樣的情況之下 鄭文燦接受了 所以他去參加學輪會的時候 異常的低調 但是沒有想到最後還是給了他虎頭砸 直接把他的學位撤銷 那這樣的一件事情 你說是政治鬥爭嗎 我倒不怎麼認為了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的東西沒有問題 你要怎麼鬥 你怎麼鬥也鬥不到 對不對 那像這樣子出這樣的問題 坦白講 台大你想救也很難 因為台大就是每個人一樣大 好 這學術倫理委員會的人手腳舉起來 每個人等職 那你說政治力量要介入 我跟你講這困難啊 尤其是現在民進黨是什麼情況 風雨飄搖啊 搶導眾人推啊 怎麼可能 就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這個結果一點都不意外 好 瘋傳媒的最後一句話是說 沒有人敢去喬台大 對 沒有人敢去喬台大 你不知道是喬完以後 過個半小時以後 某教授的臉書就發飆了 對不對 我說覺得台灣的法官能不能像台大教授一樣稍微有點骨頭 台大是這樣子藍也有綠也有藍綠共治 對不對 可是台灣的法官不是 台灣法官不是藍綠共治 早期可能是 現在是什麼 藍執政變藍的綠執政變綠的 我說過這個最糟糕 永遠的執政黨這種法院結構最糟糕 因為這就Deep State 是一個絕不動搖的 深層政府在掌控 好我們來看看鄭文燦昨天低調記者問他不說今天發飆了今天大聲了今天什麼樣的情況大聲呢好我們來看看好那麼鄭文燦我們這個標題是說道歉認錯不槓台大危機處理判訴止寫這是昨天以前還有在學倫會的時候的態度結果好今天呢沒什麼事說的 沒想到鄭文燦呢2號昨天傍晚發道歉聲明收到台大認定的這個抄襲學位被撤銷3號今天突然硬起來他首度露面回應說這論文是我寫的這個題目他說法非常好笑他說法跟蔡同學一模一樣人家問他你的論文有沒有涉嫌大段抄襲所以抄襲的意思就是說 你明明就是拿別人的東西拿來複製貼上你卻沒有引用你說一處兩處三處五處我覺得勉勉強強可以接受了其實我敢說引柱錯有可能不引柱不可能沒有道理因為引柱很簡單嗎你只要加個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所以99%的不引柱都是蓄意的 你只要抄襲所以他不敢引柱 那就是這樣的情況好我們來看看這個民進黨政府的這些人其實有時候政客都是一樣他們很擅長一件事情喔你問他A他給你答B今天學輪會是在認定鄭文燦的論文當中有許多的部分話說有人說30%就接近三分之一耶 是抄的 所以抄就是 剪貼 剪貼 複製貼上但沒有加注釋 人家說你的論文有30%是抄的 結果你今天發聲明大聲的說這論文是我寫的 這論文當然是你寫的 只是中間有一部分是抄的 你要去面對這個問題才對嘛 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 這個 在法庭上跟林圓弄辯說你的1983年的論文在哪裡 林圓弄說這裡有老師的姓 這裡有我的護照 這裡有我的簽證 我問你1983年的畢業論文在哪裡 你給我扯簽證 扯護照 扯什麼老師的姓幹什麼呢 一樣嘛 就是因為 你沒有東西可以說 你理虧嘛 你沒有其他任何的理由嘛 好所以我說林志堅這個案子齁 是整個民進黨 整個論文門的開始 後來後續有一大堆人 聽說今天這個蔡世映也是一樣的情況 他台北大學的博士學位被撤銷 那鄭文燦台大的碩士被撤銷 其實我要說的是 當你陳明通指導170幾個學生 裡面幾乎很多很多都是這種所謂的政治人物的時候 調查局早就應該介入了 教育部早就應該介入了 沒有老師是這樣子的 這個行徑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怪異 當然現在調查局絕對不敢查 因為陳明通是他的上司 法務部也不敢查 陳明通也是他的上司 對不對 那只好誰來哇啦哇啦 交給我們這海外通緝犯 絕不手軟 我說這件事情要追究的是 誰在系統性的包庇販賣學位 你現在抓一個林志堅 抓一個蔡師營 抓一個鄭文燦 那背後是誰呢 是誰在販毒 才會養出一大堆賣毒的小弟 跟吸毒的小弟 重點在誰在製毒 誰在販毒 新的廣告馬上回來 新的廣告馬上回來 跟隨便裡 就說了 就說了 他會在這邊 會實現 是關於 鮮老人的名字 It's like you're at a moonbeam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ering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erved this scen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be A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Can I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ering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ed out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ed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come down too? Would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Like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forget It's nothing new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eadside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When at the apricotering sky Whoa 雷震 雷震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這個連續開庭 12 月 23 號 Merry Christmas 聖誕節前夕 我的論文不存在之訴 要宣判 現在網路上很多人都在討論說 猜猜看會贏會輸 你知道我的律師李政華還是很浪漫 他問我說 他認為判我們贏的機率10% 我說啊 百分之負十 判我們贏的機會百分之負十 為什麼呢 好我自己說了不算 這幾天都是我講 好接下來呢 我們借中時電子報的一段訪談 那這段訪談是中時電子報做的 他訪了童文勳律師 有律師執照 律師職業了幾十年 對論文們支支盛祥 自己也參與了好幾個官司 那麼我們來看看 他怎麼看 若我們不存在之訴 張詠惠法官會判我們贏 還是會判我們輸 機率有多少 來我們來看看他的說法 既然是連續兩次的言辭辯論的庭嘛 他就是法官要結案啦 很清楚 那通常法官會這麼密集的開庭 然後想要結案 顯然是他其實已經有一點新證了 他新證已經形成了啦 因為之前開庭之前法官要有充分的準備嘛 所以針典的整理 他想要問的問題 他想要問的問題 舉的證人提出的證據 其實他心裡都有數了 才會這麼密集的開庭 所以如果他沒有花很多時間去再調查新的事證的話 我相信他的判決結果跟第一次的判決結果不會差太多 這是我的判決 那第二點就是說 有關於法官迴避的這個問題 當然李正華律師會有點激動啊 那關鍵是就是說 我覺得法官其實沒有必要堅持說這個案子非我不可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這個樣子 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非我不可 那為什麼這個案件一定要非他自己來辦呢 爭議這麼的多 然後他賭上自己的聲譽啊 關鍵在哪裡呢 就是他所說的 法官所說的就是說法官沒有黨派 法官應該要公正 這個都是客觀的要求 不代表你今天堅持要辦這個案子 你就已經達到這個標準 何況已經有民事案件的糾紛了 你已經離開關係人了 因為彭文正教授告他 這怎麼會沒有離開關係呢 這一點我覺得法官做的堅持是沒有必要的堅持 反而會傷害了司法的公信力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嗯 那你針對就是說那個 蔡英文這邊的律師 林雲龍律師他有提到說他今天就可以把蔡英文的博士都交給 你覺得你怎麼看 好 那就變成說今天是考古 考古課了還是考古課程還是說今天有文物要出土了是嗎 不可能嘛 我今天就這樣說啦 如果以蔡英文的家家庭 他們的經濟條件 在當年 1983年84年的時候 他們早就因為勒馬飯店 所以賺了真的是滿坡的錢了對不對 到今天為止這塊地都還是機關用地 都還是當時在1954年的時候 高玉樹市長所批合的公文說是要做軍事建築 軍事建築喔 他是嗎 他不是嗎 他賺了這麼多的錢 沒有繳稅也沒有納任何的租金給台北市政府 好 他怎麼可能會得到博士學位卻不去印一大堆的論文呢 不可能我們今天講任何一個人辛辛苦苦的完成了 碩士的學位博士的學位 你所寫的論文啊印出來一本藍皮的對不對 然後還有蓋各種章對不對 那個是獨麼榮耀的一件事情 你不應該印個一千本一萬一萬本嗎 我說真的 對他的才藝來說一點都沒有問題 所以應該基本款 我們不要說印個一萬本啦 就就當作說印個一百本 有哪些人要送 你覺得有哪些人要送 他隨隨便便把他的論文草稿 抽一篇出來翻譯成從英文翻譯成中文 他都要送給林子儀大法官夫妻 當作結婚的賀玲 記不記得那一篇文章對不對 人家都會一直跟他講說不要送不要送 他還一定要寫 那請問他的博士論文他會印幾份出來送給人 全部的同班同學大概70個人嗎 印70本應不應該 大學同學嘛對不對 好再來第二個 他的爸爸媽媽是不是應該要一個人一本 他的哥哥姐姐兄弟姐妹啦對不對 他們家總共有 不管是11個還是12個 連他自己 再多印個12本不為過吧 他的老師 台大老師對不對 他的所有的同儕 這些人通通都印一本不為過吧 所以他我覺得基本上應該要印個200本 再加上本來在英國的這些圖書館 應該要分送這些圖書館要留存嘛 你甚至還可以自己主動去送給一些大學的圖書館啊 為什麼 甚至美國國會啊圖書館啊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1.5個博士學位的論文耶 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 這麼重要的一本論文 你怎麼可以不去送給這些學校呢 不去送給美國國會圖書館 英國國會圖書館呢 不合理 所以當你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律師很難很難辯論 律師到最後只能胡扯了 就是說學生把論文交給學校 學校把論文遺失 那你一定要去告學校 不對嘛 因為你從來 這個學生從來沒有證明你有收據 你把論文送給誰了 到今天為止這幾個學校都說 查不到任何他的這個論文有入庫的資料 沒有入庫嘛 而且有入庫的資料是這樣子 入庫之後在圖書館的管理 人家圖書館不是今天才成立耶 你不要說是1984年是很多年 以前的事情 所以圖書館那時候管理不好 人家是從英國有圖書館以來 這種規定是清清楚楚的 你有入庫的書就一直有記錄嗎 之後遺失滅屍在哪一年盤點的時候 遺失滅屍也會有遺失滅屍的登記 所以不要再凹了沒有就是沒有 我判斷他有沒有論文的問題 是從他的實際面來判斷的 我去看他的論文的內容 以及去查WTO相關規定 我簡單的說就是他寫錯了 他寫錯他整個研究方向是錯的 他的預判是錯的 因為他說我們不要用這個反請銷稅 反請銷稅不會成功 那不公平 我們要用自動出口管制 來解決所有的關稅的這些糾紛 我就自己自動出口管制了 你不用不需要這個進口國說 哎呀你們來請銷傷害我們的產業 所以你自己都維持控制了 所以這個很簡單就解決 他再走一條短路 結果這個自動出口管制呢 後來在WTO在1986年的時候 就是TRIP就是烏拉圭回合談判 就已經被改掉了 所以不用講很複雜的法律的問題 我簡單的說就是 他的題目寫錯了 內容是錯的 預判是錯的 然後很不幸的條文修改了 所以即使他抱著草稿回到台灣 他想要再把它補正 都沒有辦法補正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條文修改了 他再一輩子不可能抱著這個題目 把它完成 所以一路掩蓋 原因在這裡 所以你覺得今天如果萬一 他的律師正有提出一本 你覺得 那一本 我認為沒有一本 他從來都是一張一張 如果他曾經有一本正本的論文 他早就提出來了 何必拖到今天呢 一槍秘密 第一天就提出來了 應該是在2019年的9月20幾號 他去總統府的發言人 網站上的臉書上面提出來 他那個學籍卡有沒有 就是說他自己退學的那張學籍卡 他當時就應該要把他的正本拿出來 就這麼簡單嘛 至於說你補發學位是什麼 就昨天連元龍拿出來的是補發學位證明嘛 補發學位證明算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過程會不會犯錯 有可能犯錯啊 那你錯上加錯而已 他沒有辦法證明什麼東西了 要證明就是 其實蔡文自己說過 沒有論文就沒有學位 就這麼簡單 他沒有論文嘛 所以沒有學位 嗯 對不起 我在車上 好 那你覺得說 因為那個林玉農這邊還有強調說 因為蔡文是學生 學生把論文交給學校 學校如何保存是學校的事情 是沒有錯啊 請彭文證去告LSE 英國政經學院論文大學 對 你怎麼看他講 這樣子 第一個 原告被告 有這個當事人事隔的問題 他的論文不見了 蔡英文說他送給學校的論文 是蔡英文要去告學校 不是其他人要去告學校 所以當成不適格的問題啊 我覺得是開玩笑啊 第二個就是說 學生啊 林玉農說 學生把論文交給學校 這這個要證明嗎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嗎 你證明一下 你什麼時候交給學校 就沒有啊 三個學校的圖書館 都沒有入庫的資料 這正常嗎 這正常嗎 你根本沒繳嘛 不然你拿出你的這個收據來看 就沒有啊 就是移動在這裡就對了 對 關鍵在這裡嘛 所以 其實解決問題 你要弄清楚問題 就是違分 你就是把他的話 一片一片拿出來看 這一片有沒有證據 他第一句話說什麼 他第一句話說 學生把論文交給學校 那這個證據在哪裡 沒有完成嘛 所以他後面的論述就通通不會成立啊 那你怎麼看齁 其實那個 你覺得這兩天的開庭的結果啊 會有一個最終結果嗎 還是你覺得 他當然會有一個最終結果 他會的 可是就是我認為 法官已經形成新證了 現在他只是在把程序走完而已 就這樣 所以就是他想要快速把這件事情解決掉這樣 對 因為本身就是論文不存在之數嘛 那最高反應發回的原因 他只要把那幾個關鍵解決就好了 他把程序走完就好了 我認為最高反應發回來 就是說他程序上有瑕疵 那實際上程序他把它補證之後 我認為他會做出相同的判決 這個是我的判斷啊 這是我的判斷 這是我的判斷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nd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aited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Ca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ary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Observed this scen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I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ary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ed out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come down too? Would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like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have a game It's nothing new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aited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ary sky Whoa Heated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他不是只有童文勳律師這麼看 那天我們在法庭當中 現場大概有幾十位上百位 在兩個不同的庭都可以看得到 就說另外開了一間 讓一些朋友們能夠過來 第一天人比較少 但第二天人多 那現場有很多人 現場也有很多人在庭結束之後 痛罵這個庭長 就是痛罵這個審判長 法官 好 那我們當天是這樣的 當天的來賓 其實很多人都看清楚了 這場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現場有很多媒體記者 我想包括連三明治沒有派人來了 我相信 即便你是三明治媒體 你記者到現場去 你看完以後 你心中一定有一把尺了 好 那童文旭律師的看法是說 我鐵敗 我也這麼認為 因為法官在這個案子開庭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新證已經形成 首先我們當天是為了什麼 為了要勘驗 所以我們第一天就 那時候不是連雲龍第一天 被嗆完以後 第二天就說要帶著他的1983年的經過口試的那一本論文嗎 其實你知道聰明的人腦袋清楚的人都知道 口試本的論文你放在學校有三份 兩份是精裝本交給學校 那這本你是拿不出來的 就是我在節目中放過很多次 然後那天在法庭 30到在法庭的時候 我們也做一個錄影帶 就是我到英國的IRS 然後說蔡同學你別鬧了 這是你的同學 那一本交給學校的兩本 一本給IALS 一本給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那麼這兩本你是拿不回來的 為什麼 你到Sandy House Library的那本跟你在IALS那本 你是拿不回來的 因為你已經給了學校 但是你手上至少會留一本影印本 就是說你會帶一本這本是用來口試用的 而且通常啊 我們拿到學位之後 我們都會去把我們的論文精裝成幾本 而且你的論文呢 會被送到你這個維交卷 你會簽個同意書 因為基本上這個這個著作權也不是全部屬於你 你的著作權呢 理論上是屬於你跟你畢業的學校共有 好 而且你也簽過這個版權聲明 或者是這個著作權共享聲明 那麼你的這個論文呢 的維交卷會送到UMI 一個專門出版論文的地方 任何人要買我的論文 你上去查 我的last name是peng 我的first name是weng-jeng 1995年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 畢業的 你去查查看 你可以買得到我的論文 歡迎你從第一個字解釋到最後一個字 歡迎你放大看 左邊看右邊看正面看上面看下面看 隨便你怎麼看 你要踢爆我要檢舉我隨便你 你去看把我的論文仔細的研究看看 看我抄誰的 好 那麼 每個人都可以買到自己的論文 就你蔡同學沒有 好 那麼簡單的事情 那你說張永惠法官搞了三年 他要判什麼東西啦 所以我跟你講有一件事情張永惠一定 他非得我告讓我告去坐牢不可 我在整個停快完的時候我知道張永惠會突襲 他要結束了 我就立刻說對不起我有兩個程序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細徵的論文要檢驗的究竟為何 是1983年的論文的原本 論文的正本 還是論文的影本 還是論文的保存本 你先搞清楚嗎 第一個 哪一個年代的 1983的 還是1984的 原本正本影本 我先不追究 你先告訴我是1983還是1984 不回答 法官不回答 連元龍也不回答 第二個問題你告訴我 你要查的這本論文叫什麼名字 法官把我當成空氣 連元龍也不回答 你說你叫 unfair trade practice saveguard actions 可是你明明1984年9月28號 你跟政大申請的時候 你的題目是law of subsidy dumping and market safeguards 那你是在裝孝偉嗎 你剛畢業 7個月 自己填寫履歷表你的題目 竟然是你的三冊論文中的part 2 連元龍乾脆將計就計 就說因為論文太厚所以拆成3本 取其中最後的那本的題目當題目 所以就把它part 2的題目 law of subsidy dumping law of dumping subsidy and market safeguards 笑死人了 昨天我們已經笑過一次 今天講到還是覺得很好笑 好 不過沒有關係 結果我們問了兩個問題 到底是哪一年的 到底什麼題目 你連這都搞不清楚 那你今天來勘驗 勘驗什麼啦 好 更好笑的是勘驗 我們很期待林圓龍拿出什麼一本 哇這個 跟Jose Monela一樣這樣子 就是 感覺上就是40年前的論文 沒有 拿出一個黑盒 拿出一個盒子 基本上就是總統府魔術秀 白手套魔術秀 只是把盒子換一個 裡面完全一樣的東西 又拿出來一次 我們看了傻眼了 你在講啥 你今天搞了半天 這麼多記者 然後很多很多媒體 以前不來的都來了 想要看看論文長什麼樣子 你給我拿總統府那一 那份散裝的草稿 你真是太欺負人了 好 那麼 你拿這個散裝的草稿出來 大家就知道這不是論文嗎 其實 我要在場的話 我就說我不必勘驗 不必勘驗 因為這個不是論文 這不是我們的戲真論文 你拿了一疊指出來 要看什麼 勘驗什麼 我拒絕勘驗 可是我們的律師比較善良 張 勘驗以後發現什麼怪事 法官說 用眼睛看 不許碰 手不能摸 而且不許講話 因為 我們的律師邊看邊說他的意見 然後要求書記官在明底錄 這樣才對啊 法官竟然說不許說話 我教你看論文 沒叫你講話 這不是辯論 好問題來了 我看完之後你又不能讓我摸 也不能讓我帶回家慢慢檢視 然後 看完了365頁 編號再加上50頁的空白頁 空白號次 一共415張紙疊在一起的論文 所謂論文 我翻完之後你覺得我還會記得幾樣東西 如果 如果我的目的只要說這個錯字那個錯字 那我去 我幹嘛 我嚴正生教授就早就在3年前就已經檢定過了 我幹嘛到法庭去檢定 對不對 今天要驗定的是 上面的紙張是哪一年的 立可白是哪一年的 上面的那些手寫的鉛的那個鉛筆留下來的痕跡 去做同位數鑑定 看看是哪一年的這才叫堪驗嘛 你叫我們在那邊看看用眼睛看不能講話還不能摸 那看用什麼對不對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你就知道法官的新證早已形成 找我們去不過就是演一場戲就像童文勳律師說的 把高院程序駁回的那個程序把它補證 就說好歹你看 我也有言辭辯論我也有這個開庭對不對 我還有堪驗證物 我也是鬼扯 就這樣子胡鬧 浪費了我們4個多小時的時間 好 問題來了 在那一天堪驗的過程中 林圓龍鬧了一連串的笑話 真的 你相信我他量鬧了一連串的笑話 能鬧的不能鬧的全鬧光了 好 今天的我要來講的是 在現場林圓龍 告訴所有人包括我們在場旁聽的人說 蔡英文的論文為什麼上面會有不同年代的顏色 有泛黃的有白的 他說因為白的是後來口試完畢才加上去的 他講的正正有詞 他說口試完畢以後加上去的東西有哪些 有什麼 acknowledgements 還有什麼abstract 還to my parents 我講的跟真的一樣 我要說的是 蔡同學 你好歹幫幫忙吧 你找一個在歐美國家寫過碩博士論文的人出來 這也比較像話一點 你看你從頭到尾找的那些猴啊沒有一個寫過論文的 什麼張敦涵呢 沒有人在美國外念過書的 張敦涵呢 黃崇雁呢林家如現在來的那個林圓龍 他能連這個國外的論文是什麼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就在那鬼扯 一扯扯扯兩天 這太可笑了 進入廣告 好 馬上回來 好 馬上回來 這太可笑了 i ca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colored sky whoa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observed this scen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i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dark record always sta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ed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come down to would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what's the day i'm like i always do i'm like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ha okay it's nothing new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i'tsite i'tsite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out of movi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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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法官也不問 這個對照在高等法院12月1號的陳洪正法官 我們懷疑什麼他就問被告什麼 這才對嘛 對不對 我們認為這個問題什麼什麼地方有問題 他就說那被上訴人這個上訴人 認為什麼什麼東西有問題 你們有什麼看法 這個才叫做 法官主持的交叉結問 不是這樣嗎 好 那麼 法官騙我們說 要勘驗整本的論文 結果來的是一頁一頁的草稿 所以張永慧如果不是偏頗 不是惡觀 他應該當場制止連元龍說 連律師連大律師你拿錯了 我們要勘驗的不是草稿 這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這一句話是當天整個 停訊當中 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我們要勘驗的是 一本的論文 是完稿的論文 是那個繳交給學校的論文 的影本 集結成策的那個完全跟交給學校 交給這個Sandy House Library 交給IARS Library 倫敦政經學院的 一模一樣的論文 好 只是一個是原本 另外一個應該是正本吧 從原本影印過來的正本 應該這麼說 結果給我莊孝維 給我們的是什麼 一頁一頁的 一頁一頁的 那不是論文啊 好 再來 張永慧會騙我們什麼呢 他說 他說 就這個調查證據提出之後的說明 的相關衍生說明是屬於辯論性質 到最後辯論的時候會讓我們說 意思就是說我們在調查證據的時候 我們看看看看發現了一些問題所提出來 要求對方說明 他說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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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辯論性質 你現在不要說 不要說李律師你不要再講了 這是辯論性質 等一下我們會跟你講 好 結果呢 騙到最後傻也沒給我們 就是他阻止了我們的律師發言 說這些調查的東西衍生出來的問題 是屬於辯論的性質 到最後言辭辯論的時候再說 叫我們說啊現在先不要講 最後 我們的 騙到最後就說呢 在書狀上法庭上提出的證據事實在本件法律上的作用意義 好 那他說會針對這些東西 會針對這些書狀上面的證據法庭上提出來證據 在法律上的作用跟意義 提出最後進行的言辭辯論 結果你知道嗎 最後完全沒有任何的言辭辯論 好 只聽到那個連元龍罵那個叉叉的 好 然後我們的律師也是火氣越來越大 但是完全沒有針對任何的事實交叉 結問或者是兩遭進行辯論 因為我們提出來的問題 法官完全沒有令 這個 被上訴人就是張永慧的 這個 呃代理律師訴訟代理人回答 呃不是張永慧是這個 呃蔡英文的 這個訴訟代理人就是林元龍來回答 完全沒有 就這樣子混過 好 最後 然後 張靖律師呢跟李政華律師 他在證據 主張還沒講完講到一半 就直接打斷 直接打斷我們的律師的話 那時候張靖跟李政華通通都說 哎 抗議抗議他 張靖還喊了一下說彭P彭P 要不要告他 你知道可是因為我們遠距 當我說要要的時候 可是我的法官沒有 我的這個律師沒有聽到 張永慧掉頭就走了 好 所以 當這個我們的律師主張到一半的時候 張永慧就直接把我們打斷 宣告 辯論終結 好 這個 真的是 結論好我們的宇宙政經學院的這個同學說這簡直就是迅猛龍籍的恐龍法官 我們的 這個等了三年 等了三年 就這樣子直接被沒收言辭辯論根本就是假的 好結果這個案子呢就這樣子 在一陣錯愕當中 那個錯愕的情況啊大概就僅次於姚念慈那個什麼都不說掉頭就走 好那張永慧就在匆忙之中說好那辯論結束辯論終結我們擇期宣判12月23號掉頭就走 說大家在那邊錯愕所以張靜律師痛罵對不對他就在那個法官掉頭就走 他就痛罵這個法官在場還是一堆人罵罵聲連連好台灣的司法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這些法官呢第二天就要成為我的被告第二天12月1號是我告他 迷失損害悲傷 然後11月30號在那邊裝槍做事 依附自己很公平 說我們受過這個考試訓練 受過這個國家考試的授予還經過訓練 所以我們知道審判的時候應該遵循哪些事情 你在講廢話 張靜律師還當過庭長 也當過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也當過庭長 照你這樣講他更他比你更懂法律 對不對 那應該他比你更守法 所以 法官呢 老是色力內人拿權威壓人 卻拿不出半點的理 我們來看看法院到底 崩壞到什麼地步 你看看這個標題你看看真的會瘋掉 蘇清泉提抗告 竟然遇到發言人是周春米的丈夫 什麼意思呢 好 國民黨籍的屏東縣長的候選人 蘇清泉以1萬多一點點的票數 就敗給了民進黨提名的周春米 那這個蘇清泉認為這個票數有爭議 真的有爭議啊 我們來看下面這一段 有人開票是這樣開的嗎 大家看看這開票是怎麼開的 怎麼開票 在哪個月 3號多數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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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做出名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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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宣佈總領票人數嗎 我們開完票才會統計啊 你講的齁 我們會貼在外面 齁 我們會貼在外面 那個手冊裡面不是說要先公佈出來嗎 公佈什麼 總領票人數 總領票人數 我們等一下開完會統計啊 你開完之後來不及了 我們單是會貼在那邊啊 你可不可以先貼出來 按照那個 按照程序來 那個警員 是不是這樣子 規定是不是這樣子 好 各位知道齁 如果 如果 連續 十張票 開出來都是周春米的 幾率有多少呢 如果 投給周春米跟投給蘇清泉 都是 二分之一的話 幾率都是二分之一的話 那麼 連續十張都是周春米的幾率 是 一千零二十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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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是什麼情況 就是 見到鬼 然後又見到 就是 連續見到一千零二十四個鬼 大概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可能有人會說 投給周春米的票 跟蘇清泉的不是 0.5比0.5 好啦 不是0.5比0.5 比方說是 0.55比0.45 結果也是跟一零二十四分之一 差不了太多 就是連續 十次 都是投給同一個人的幾率 如果我們就是 因為周春米跟蘇清泉的票數 差在一萬多一點點 所以他們的得票百分比 也差不多就是五十五十 那 連續十張票開出來 都是周春米的幾率 是一零二四分之一 你看看剛才那個唱票 唱成那個樣子 將近是一萬分之一的幾率 對不對 如果第十一張的話 就是二零四八分之一 第十二張又是他的話 就是四零九六分之一 第十三張又是他的話 就是八一九二分之一 將近是一萬分之一 還更多了 你看剛剛他連續一直喊 這個周春米一票 周春米一票 頭都沒抬 你可能嗎 你有個票櫃當中 你連續連續 不要說是十五張二十張 連續五張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 這兩個人是 實力很接近 得票數很接近 不是很懸殊的那種 所以理論上應該 每兩張票應該 有一張周春米 有一張蘇清權 算是離譜一點 好了 就是他的家鄉的票 那也應該差不多三張 有兩張是 周春米一張是蘇清權 這還勉勉強強可以 有那個低著頭 一直每一張票都是 周春米的 好所以蘇清權不服氣啊 他就去提告啊 他認為票數有問題 像屏東地方法院 一張立正式公司 現在是來自許媒體的 土地管我們 這幾個 請多人 駁回 AKE 收吧 可以 做幾個 給我 大家 還幫我 高雄高分院的行政 高雄高分院去提抗告 高雄高分院的庭長間發言人士 你要抗告的對象的丈夫 這個也不會太巧了吧 也不是巧了 碰到這種情況應該怎麼樣 主動回避 應該把這個案子看怎麼樣把它轉移 審判決移轉 結果全台灣所有的法院 所有的法官包括張詠惠在內 都覺得自己是聖人 自己完全不會包庇 完全不會遷怒 也不會二過 也不會作弊 也沒有人之常情 還會大意滅清 你別開玩笑了 法院這樣子搞 你要什麼好講的 就高雄高分院怎麼說 他說 行政庭長他是辦刑事案件的 民事官司他說 這是有時效性的 那民事有他的專業性 所以呢 攸關在行政跟發言任務 所以是由副發言人兼庭長擔任 行政庭長並未參與 這些法官都真的覺得自己是聖人 高雄高分院還講了一段插話 你真的聽不下去 他說基於公平公開的審理原則 希望社會大眾各界支持給法官不受干擾的審判空間 給法官一個不受干擾的作弊空間 實在太離譜了 台灣的法院真的很離譜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 國民黨民眾黨在野黨 如果你們不好好現在去把台灣司法的問題 跟著我們政經關不了一起去衝撞司法 我告訴你2024年你們保證會輸 你們永遠輸 而且從現在開始血淋淋的司法鬥爭才正要開始 你們的那些候選人 什麼國民黨什麼應小威 席開五桌 五桌幾十個好朋友餐具被認為是會選 到台會取消當選資格 再看看這樣的例子 我說新竹 新竹民眾黨不要太高興高鴻安 你保證會有事不騙你 你去看看台灣的法院是怎麼樣為政治服務的 簡直是令人真的是令人髮指 好友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聖經的以賽亞書的第一章17節說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 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申冤為寡婦便區 我把這段話跟大家共勉 也送給台灣所有的司法官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 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申冤為寡婦便區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我們明天見 請平安喜樂 全是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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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神 既然 既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